所以同学们我跟大家前面提醒了 谈论大师解释就是从异形道 谈论大师一解释异心 我们都能做到 积极的世界怎么去 能去 为什么他异形 所以你要跟这个异字作对 你就跑偏了 所以在一开端就讲异形道难行道 所以同学们我们一写网声论之后 你的人生就一路风光 一下子光明了 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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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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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路就去了 都退不了了 谁拉都拉不回来了 谈论大师说的 万牛莫万 一万头牛拉 对不起 牛得跟着我走 你载牛也得跟着我走 你载牛有佛牛啊 一万头牛算什么 一亿头牛来拉都拉不动 所以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那个表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遇到一个老菩萨 他对佛的信心差 师父啊 我现在可以啊 万一临终的时候 冤亲寨主都来了 一个扯腿 一个扯脚 一个撑脖子 那怎么办呢 我就给他表演 我说那好办呢 冤亲寨主来了 很多冤亲寨主扯我的左腿 右腿 左手 右手 拉脖子的也有 我说那你就大胆地告诉他一句 诸位冤亲寨主 拉紧了啊 一定要拉紧了 不要松手 然后阿弥陀佛一拉 一带 全走了 同生极乐国 你要不拉紧了 去不了 拉紧了 你看看这个 这个叫对佛有信心 所以以前道正法师讲 道正法师 我以前学弥陀经要解 道正法师有一个弥陀要解问答 我听了法喜充满 道正法师说 我们有的时候是长业力之威风 灭佛主之锐气 我们不信佛 我们相信业力 相信冤亲寨主比佛厉害 冤亲寨主来了怎么办呢 那好像佛就守守不了 就渡不了你这个冤亲寨主 所以有时候我们平时一说话就知道 对佛没信心 靠上佛了还没有底气 觉得佛有些事情还搞不定 所以我们要好好认识认识 什么是佛 然后你靠上佛就安心了 冤亲寨主 业力再重 他也敌不过佛的愿力 那假如你的业力是49公斤 阿弥陀佛就得发49愿 一定要超过你的业力 因为阿弥陀佛这个飞机要载着你啊 你的体重太重了 那阿弥陀佛就发愿 我这个飞机要能载重量 要超过你 一定把你带走 所以同学们不要担心业力重 担心自己不信佛 得生与否 在信愿之有无 所以同学们看这个异心呢 谈论大师一解释 这个异心不乱 容易不容易 以后你在读弥陀经的时候啊 你阅读啊 那坐着直啊 有些人读弥陀经啊 直辞名号 完了 一心不乱 没了 都坐着底下去了 吓死压死了 你看我们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一解释 哦啊 虽然我是业力凡夫 但是腰板也挺起来了 佛力助持 我们说话也有底气了 啊 他往生嘛 从阿弥陀佛角度来讲 没问题